《Parents Daily》 這棵樹是角雪梨華牆 我們一收到這個校舍 當我打開大門的時候 我眼睛是四條大柱 這四條大柱 我只知道如果這四條大柱放在這裡 我們小朋友如果真的要玩 只能夠每天圍著這四條大柱 在這裏擦單車 我會覺得這樣實在很浪費 於是我就跟我的上司一起去商討 究竟可以怎樣把這四條大柱 可以變成另一種東西 令到它不一樣的這條柱 於是我們終於想到 不如我們將錯就錯了 就將它變成四棵大柱 於是因為四棵都很相近 可以說是連在一起 於是我們就變成了一棵大柱 最終我們就將它變成了 在一棵可以進行 可以搶滑梯 也有一個留下可以是一個 女士朋友可以玩竹迷藏的活動區 其實它是一間樹屋 於是就變成了 你今天看到的一棵樹屋 一個形象的一個 都是我們一個遊樂設施之一 我們將單車很有規律地 將它放在這棵樹屋的下面 就形成了一個規律 小朋友每一天 如果他們需要踩單車的時候 他們就去到這個地方 去取用他們的單車 然後踩完之後 他們亦都會按著他們的編號 把車泊回到停車場裡 所以那種感覺 小朋友都變成很有規律 小朋友由家長帶到他們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 他們看著這棵樹 他們都會一聲 然後當然是很想去玩的 我們都告訴他們 原來這棵樹日後 如果你們來這裡讀書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上高玩滑梯 而在這棵樹的下面 亦都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小朋友在裡面 例如想冷靜一下 或者想帶著一些小朋友進去 可能是聊聊心事 或者他們可以帶著一些玩具 穿梭在裡面玩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們當時都告訴家長 家長都覺得這棵樹實在太神奇了 他們很期望有一天 他們都可以上這棵樹去玩